在家里怎么养好铁树呢 大家好,我是一木 今天我就用这盆小铁树盆栽 来详细的教大家铁树应该怎么样 铁树是一种非常霸气的植物 一般株形都很大 而且叶片散开,非常的霸气 许多人都喜欢在家里摆上一盆 尤其是有院子的花友 院前喜欢摆两盆铁树 这是一种传统 但许多人不了解铁树的习性 养着养着就出现黄叶枯叶 叶片一天比一天少 甚至把铁树都养死了 非常的可惜 那出现这些养护问题 都是因为大家不了解铁树的习性所导致的 因此在这一堂课程当中 应不将详细的解答铁树各方面的习性 帮助大家养好它 接下来跟我一起来学习吧 那铁树的浇水技巧是怎样的呢 其实我们看一下铁树有这样的大球 你心里应该有数了 因为这个大球啊 它是球境含水量很丰富的 几乎都是水 所以铁树这个植物耐旱能力很强的 你哪怕半个月不浇水 一个月不浇水 它都不一定死得掉 但是如果你每天给它浇水 那会干嘛 那会把它积水浪根死苗 明白吗 所以这个植物是不能浇水太多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 你每次浇水前你最好要观察一下它的土壤表面 可以用手按压一下 如果发现土壤非常潮湿就千万别浇水了 因为有水你还大量浇水就容易浪根 那什么时候要浇水呢 当我们用手按压土壤 发现土壤非常的干燥了 那这种情况就可以放心的给铁树去浇水 所以这种方法来浇水啊 你每次浇水都是在它缺水的前提你才浇水 对不对 因为我们摸了土确保它缺水才浇水 这样就符合铁树的生长习性 它就不容易出现说积水啊浪根这样的问题 那铁树对透气性的要求是怎样的呢 铁树这个植物啊 整体上对透气性要求不高 当然你能养到开放通风的环境是最好 那万一你说我要在封闭阳台养它 那你注意一个技巧就可以了 其他的都不用管 注意什么呢 就是你每次给铁树浇完水之后呢 一定要开窗通风半个小时以上 这样呢 它盆内的接水啊 它就蒸发的快啊 不容易出现蒙根啊 和浪根之类的问题了 那铁树啊 它是一种洗阳植物 还是洗阴植物呢 在这里啊 明确的教大家铁树呢 它是洗阳植物 是一定要晒太阳才养的好的啊 不能把铁树说我养到室内 你缺乏光照呢 会导致它生长极度缓慢 而且啊容易形成一个抗逆性减弱 容易烂根烂球 所以充足的光照非常重要 只不过呢 在盛夏季节烈日的时候 如果你的铁树是小苗啊 它比较容易晒伤 所以说我们一般呢 在盛夏季节 你可以暂时给它遮阴 或者搬到散射光的条件 躲避一下烈日 比如说40度了 这种气温的烈日 还是容易晒伤的 除此以外 随便晒 或者你的铁树是大苗啊 也是可以随便晒 也不会晒伤 只不过小苗耐晒程度 耐晒程度差一点啊 所以整体来说呢 铁树它就是一个洗洋植物 绝对不洗阴啊 不能够在阴暗的环境养啊 这是绝对错误的 那铁树的土壤要求 和换盆技巧是怎样的呢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 它的土壤问题啊 那铁树这个植物啊 它整体不挑土的啊 你不论是路边挖的田园土 泥巴土还是家庭高端的营养土 都能种铁树 这个没问题 什么土都能种 所以这个植物比较好养 在这里啊 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会一个知识 什么呢 就虽然它对土壤土质要求不高 但是啊 它对土壤的酸碱度有要求 那铁树是洗酸植物 还是洗碱植物呢 我告诉大家 铁树啊 是典型的洗酸植物 它比较喜欢酸性的土壤 如果你的这个土啊 碱性太强 会导致它生长缓慢和黄液 而北方花有的土壤 往往碱性更强 这就是为什么北方花有铁树啊 比较容易养不好 因为北方花有自来水 碱性太重了 你长期这样浇花呢 它土壤表面都会形成白霜 这个就是严重的反碱的现象 如果碱性太强 铁树就长不好 那怎么办呢 我们在家庭里要学会呢 定期给它的土壤啊 进行调酸 怎么调呢 很简单 我们在家里准备一点硫酸亚铁 就可以了 硫酸亚铁呢 是一种土壤调节剂 可以把碱性土转变成为酸性土 用法非常的简单 我们把硫酸亚铁这种粉末啊 兑水吸湿1000倍 然后每隔一个月 给铁树的土壤浇灌一次 这样就可以确保 它的土壤常年保持弱酸性 这就符合铁树的习性 你自然就养得好它 好 说完土壤 再来讲一下换盆 铁树这个植物呢 一般我们买回家养的 很多花友都是落地摆的大型盆栽 这种情况都不需要换盆了 所以铁树换盆的情况呢 是比较少的 这里啊 我就不赘述了 就一种情况 如果你是小苗 一定等它的根呢 长满了 再换盆 没有长满呢 就千万不要换 那家庭养铁树 应该怎么施肥呢 我教大家 我们其实用一种肥料就可以了 那就是有机肥料 我们在家里呢 可以使用这种羊粪肥 来给铁树施肥 为什么呢 因为像这种粪肥啊 它是一种天然的有机肥 这种肥料呢 首先它很温和 不容易烧根烧苗 而且啊 它给铁树运用之后呢 可以增强土壤的营养 同时还可以增加土壤的 有机制含量 改善土壤的团力结构 让原本啊 板结变硬的土 变成疏松透气的土 可以改善土壤不透水的问题 所以这种肥料呢 非常适合给铁树用 那怎么用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啊 像铁树这种植物呢 我们每隔一个月 取适当的这个羊粪肥啊 埋到它花盆边缘的土壤里就可以了 你一个月埋一次就行了 这样呢 你的铁树生长速度会加快 连它开花的概率也会大大的增加 好的 以上就是关于铁树课程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一木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下方的课程 我们下堂课再见了